小互灰跟闪电打架了 这是第一次见 这些小互灰和闪电都不会打架的 不知道今天是怎么的 你看你看你看他们俩 别打了 朋友们看过马打架没有 这会我们家的闪电跟小互灰在这打架 稍微消停了一会儿 但是闪电在这还是比较顺序 行了行了 可以了 直接立起来了 小互灰别在这搞了 干啥呢你在这儿啊 去 你别在那儿摇头晃脑的 闪电毕竟是你哥哥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宝贝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 看大家看到了吗 闪电的屁股后面已经有那个 小互灰的这个马蹄的硬盒了 大家看到了吗 闪电已经被踢了 我去看一下小互灰的那个屁股后边 还假装在这装无辜啊 不要脸的 好了好了哎呀哎 怎么跟哥哥打架了 抢哥哥的老婆是不是不对啊 啊 哎呦你还耍脾气 别 别撞我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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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打了我看一下你屁股后面有没有被 被踢了 哈哈 他也被踢了大家看 他打不过闪电 哈哈 因为他这边又要打哎哎哎哎 别打了 大家看到这个马在这儿就是拉拔拔了吗 就是你看都要闻一闻这个粪便 就是告诉对方这是自己的领地 因为两个都是总共马 闪电已经告诉他这是他的领地 告诉他这是他的他的女朋友了 而且闪电对他女朋友也是非常忠诚的 小赫辉我就不知道 小赫辉他毕竟是年轻马嘛 年轻小伙子有点发心 这会我的两个马已经打完架了 你看他把他的女朋友往那边赶走了 看 小赫辉一个人就在这里了 哈哈 其实像马群一般就是这样子去争夺这个母马群的 还有一些总共马呢 他是不会随便去要别的马群里面的这个母马的 像之前我们家就是摇靶子的那个总共马 我们就在他的这个马群里面给他换了一个母马 把他之前在马群里面的母马给赶到别的马群里面了 就是想让他们就是在两个马群里面繁育不一样的这个小马鞠嘛 然后到后面我们马群里面的这个总共马 就不要别人家马群里面拉过来的那个母马 然后他们那个马群里面的总共马也不要我们这边送过去的母马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马是非常聪明的 我觉得甚至都比人还聪明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